去日乡,当共产党有兴股、红队、兰卫典有一个荣山 毕竟要核实,荣卫园继续习惯 顺惯国在使用的观点,以及这实质做法 当共社区国典协会一人人就在台中 荣街道,保理团队尽管的大人之下 来参观共合策一个四款荣州 先来讨论业头也带我们来看看 现代化新荣卫一定要符合健康 没有兴股、回收再利用 当我们仍然与社区民众参观四款荣州 学习農业火器没有顺序的观念 还有实质的做法 那他们现在目前他们农场就是他们有养鸡、有养鱼 那甚至有自己也有种菜 那其实有的时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包含像鸡粉 那甚至像说生产蔬菜的格外品 那我们都会把它拿来做一个循环再利用 这间四款荣州有文学栽培、虚屈、毛洋鸡 其中养鸡丁让人印象很轻 因为我家也有养鸡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弄 都是苍蝇爬爬爬 所以今天看了神龙山中的鸡 你看他们的生蛋有有规律的生蛋 然后蛋很干净 然后鸡色也是很干净 没有苍蝇也是没有味道 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蛋鸡是想养医杀鸡 然后我们电料呢是用改良厂这个植菌 用那个粗糠 还有那个生产剩余下去做电料 然后现场其实可以闻到其实它的臭味是很 没有什么臭味 那它这个鸡粉肥的肥力呢 其实也蛮丰富的 然后在经过几次的堆那个熟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田间去使用 这处喜欢农充的参观 社区民众表示互当真正 这样蒸起来这是有什么观念 就是比较有 比较自然的啦 无毒 他们做有机会 还有 把做出来都回归 做一个循环 真的是很好 不会浪费一些农作物中的肥料 它可以再利用 我们的收获就是说 第一环保怎么去保护这一块沉浸的土地 把这个养鸡场做到好像我们别是一样没有错位 包裹的那个废弃物再利用 这个是很好的 除了环保以外 也可以节省很多的支出对农友是有益的 现代人重视健康养生的观念 所以越来越多農友中枢有机的農業 将对如何顺团利用浪费的会计物 减少化学肥料浪费的使用 让浪费可以融色经营下去 记者 欢迎订阅插风报导 进入了一期视频